欢迎各位同学来参加高点的公词讲座 我们今天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考公词 有十项非常重要的特色 那这十项呢 当然提到第一项 这是跟前有关 也是大家非常重视的 因为你考公词的考试 你也是希望能够有更高的一个薪资福利 所以我们第一项呢 就来提到薪资最优渥的一个考试 那薪资最优渥的考试呢 其实严格来讲不算是调查局 为什么 因为薪资最优渥是法官 司法官 他的薪资呢 是可以达到十几万的这样的一个薪资 但是毕竟司法官的考试是少数的人 他有科系的限制 那各位可以来考调查局的考试 那调查局人员考试 你只要大学毕业就可以考三等 所有的考试呢 大学毕业可以考三等 高中毕业的成绩 那个学历可以考普考或者是四等 那如果你考的是五等的考试 或者是初考的考试 你只要满18岁就可以考了 在国家考试他是这样子来认定的 那有同学提到就是说那我想要考高考二级 那高考二级呢就要硕士毕业的学历 高考一级呢就要这个博士的这个学历 他才能够来考 那高考这个调查局的三等的这个考试呢 考上了以后他的薪资呢 每个月的薪资可以领到 每个月薪资可以领到 八万两千三百三十元 所以这个薪资呢是非常的诱人的 非常的诱人的 那他有哪一些类科呢 来在110年他所应试的类科里面 有各位看到左边的这一些类科 那我们知道调查局人员的考试呢 考上之后是保家卫国 而且名声也很好听 对不对 我女儿子在条杂叫上班 那各位呢会觉得父母也觉得很光荣 你自己呢 也上班呢也非常的神器 那这几年的录取名额呢 都非常多 我们看到107年呢 他的录取名额呢 是在108个 108年呢108个 109年116个 110年呢140个 那各位会发现这个放榜录取呢 因为他还没有口试跟这个体能测验 所以到时候的人数还会再增加 那这几年的调查局 因为我们国家也希望 这个保家卫国的这些工作 尤其像现在呢 很多一些这个网路方面的犯罪啊 或者是各自财税的一些犯罪 这个跟资讯方面跟地震方面 这些有相关的犯罪呢 越来的越厉害 所以调查局呢 的工作当然相对呢 就需要提升 那人力的部分也是增加的 所以这几年录取名额还会再增加 各位呢可以来考这个调查局人员的这个考试 第二个呢来跟大家介绍就是最能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 那很多人就想说 法律可是我不是念法律系的 告诉你不用念法律系 你一样可以考司法特考 而且法律的东西呢 它是很有这个很有趣 而且呢你可以这个学习法律相关领域呢 也很容易上手去做练习的 那有些同学会去考三等 你如果呢这个非法律系的同学呢 你也可以去考 那另外你也可以去考四等的考试 或五等的考试 尤其等一下我们介绍到四等的考试 它的录取名额呢非常的多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三等的考试 各位你看到的这些类别 就是它的考试科目以外呢 需要法律相关科技 这是三等哦 三等的 那三等的类科当中呢 只有三个类科行政执行官 心理测验员 心理辅导员 他需要相关科系 才能够应试 其他你所看到的这些都不用相关科系 你念心理系 你念中文系 你念英文系 你念什么系 三科的都可以考 十法特考 这个是在三等的考试呢 他的这个资格呢 就是各个科系都可以去做应试的 那四等的考试就更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是高中毕业 就可以来考的 尤其这几年呢 因为司法改革的关系呢 所以他的录取名额 非常的爆量 应该讲说爆量 那我们以法院书记官来说 今年呢 他就录取了514个人 这个实在太多人了 为什么 因为以往呢 四等书记官呢 他每年录取名额都在100多人 那因为这几年司法改革的关系 人数呢 就一直往上飙升 所以很多的非本科系的人呢 他也会来考法院书记官 像班里面成绩也很优异 像110年 他的四等书记官呢 前十名班里面呢 就占了五名 这个录取名额 他的录取率呢 也达到了13.4%的 这个录取率 是很高的 那不只是法院书记官 像包括法警 还有直达员跟执行员 他的录取率也很高 那有一些空白是因为 他还需要再做一个体测 因为书记官是不用做体测的 但是法警跟监管员 监所管理员 他是还会在做二式的体测 另外有些同学可能会考的是五等 那五等呢 他的考科呢 是比较简单 两科专业科目 两科共同科目 而且呢 他全部都考选择题 各位看到呢 他有这个双圈的 就是各半题型 50%的选择题 50%的生论题 那如果他是打是米字号的 他就是全部都是考选择题 所以四等的这个考试呢 是很多同学呢 非法律系的人 他会来这个应考的 好 那我们看到下一个 就是最能够当追星族的工作 为什么叫做最能够当追星族的工作呢 这跟他的工作内容有关 好 因为这个当移民的这个工作 他有很多项的一些工作 例如说他是在国境大队工作 所以国境大队呢 就是各位都常出国 那你出国的时候呢 一些复照查核 就是移民官的工作 那我还记得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爱情限时签 那这个女主角呢 因为他是加拿大籍 他想要快速取得美国籍 因为他工作呢 快被这个 这个遣返回国了 所以他找一个男生赶快嫁了 好 那这个 当然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情节 那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移民官呢 在拷问这个男女主角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假结婚 好 那这个移民官呢 也是移民特考考上的人 他来做的一些相关的工作 那因为他们都具有司法警察的这种角色 所以他们领到的薪资福利是比较高的 是比较高的 大概会比一般的公务人员 大概多一万块钱 一万出头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而且呢 如果你是要考这些相关的考试 提到这个部分呢 就是跟同学提一下 因为我很快的讲过 但是同学呢 如果你想再更深入了解 除了到全省的高点去做一个资讯以外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影片呢 大概注意看一下 因为我很用心的 有把很多重点其实都 这个设定在这个PPT里面 同学你可以留意一下 好 这是他应考的这个考科 他们应考考科呢 几乎找不到 各个学校都不会有科系 是考这些这个念的是这些科目的 所以你跟别人的气泡点是一样的 那你的考取的机会相对来就比较高 好 那另外他有分成三等 以及有四等 就只差一个科目不一样 就是三等呢 会考一个外国文 四等呢 是没有考外国文的 那但是 只等不同 当然薪资也不同 而且三等的移民行政人员的 入取名额相对也会比较多 所以同学呢 可以先以这个三等为主 好 那我这地方提到就是 最能够当追星族的 那刚刚提到了 就是移民行政呢 因为他是查核副照嘛 他在国境大队 所以他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隐格心 所以我是最能贴近看到这些隐格心的 好 那不只是移民行政人员有这个好处 好 还有一项考试呢 叫做官务特考 如果你也想当追星族的话 好 你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为什么 因为呢 官务特考呢 他当然所做的工作很多啦 那其中有一项呢 就是各位出国的时候 会进入最后一关 就是所谓的行李查验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官务特考的工作内容项目之一 好 那官务特考呢 他是在每年的四月考 好 那移民特考呢 是在下半年考 好 那当然他的考科呢 会有不同 我们现在介绍的官务特考 来 各位看到的 为什么特别把它列出来 就是 其实很多的考试 跟高部考的考试 考科是相近的 相近的 我准备高部考的考试 我有很多考试的机会 例如以官务特考 这个三等的会计人员来为例 高部考的考科是这些 这六科 官税特考的考科呢 是考这四到五个科目 那他的考科 全部含在高部考的考科里面 所以你可以一起来做准备 所以很多的同学呢 也会是 一月考初等考试 四月考官务特考 然后六月考铁路特考 七月考高普考 然后十二月考地方特考 这中间还有一些零星的考试 有些类科是相近的 可以一起来做准备 所以官务特考呢 有好几个类科 高普考的同学呢 可以一起做准备 那当然也会有 类科不同的啦 例如说像财税行政人员 他的考科就跟高普考的考科 会有比较多的差异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独立的来准备 财税行政人员 那这个也是一个考试的策略 那更详细的 当然同学可以到柜台来做一个咨询 另外下一个 跟大家介绍最有出国命的一项考试 那最有出国命的 其实在国家考试当中呢 也有好几项 像包括外交特考也是 不过外交特考呢 会有比较多的都是政大外交系 外文系台大的这个外文系等等这些同学呢 考取 那比较呢 一般的人会去考的 我念的是商科 我念的是法科 那我也想去考 可以出国命的这些考试 那当然就首推国际经济商务人员 那国际经商人员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他有两个组 就是各语言组 就是各语文组 还有经贸法律组 这两个组别 那考经商人员呢 的一个重点就是 你的外语能力要够强 因为他在应考资格的部分呢 也有必须要提出你的 英文的一个 这个测验的成绩 那他的考课呢 也是大家呢 比较不会去念到的 所以如果你是相关科系的话 或者是说你是念法律序 或是商科的这个科系的同学呢 你就可以来考这一项的这个考试 好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最继正义联盟的这个工作 好 那可以考什么考试呢 一个就是四等的监索管理员 四等监索管理员 另外一项呢 就是考一般警察特考 那一般警察特考呢 他有分成这个二等三等四等 这样的一个考试 那最为大家所这个重视的 当然就是四等有一个叫做 行政警察的类科 那这个行政警察的类科呢 考上之后就是做警察的这个工作 你看警察呢 他虽然是四等 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 他薪资是可以领到多少钱 理论上可以领到四万多块钱 对不对 四万块钱 但是如果你是担任警察的话 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些出差 出勤的工作 还有一些工作时间呢 会比较有弹性 所以他的薪水呢 警察的薪水虽然是四等 也可以领到五万多块钱的这个薪水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他跟四等的行政警察人员的考科呢 就只差一个不一 一科不同 如果你准备的是四等监所管理员的这个考科 你只要再多准备警察法规 这个科目你就可以两个考试一起准备 尤其这两个考试 它是不会冲突的 一个考试呢 是在六月份 一般警特是在六月份考 那司法特考呢 是在每年的八月份考 所以你一个考试考完 再考另外一个考试 那很多同学呢 也会两项的考试同时考上 那另外我们来介绍 最容易上手的考试 最容易上手的考试呢 首推呢 当然就是初等考试 为什么 因为初等考试呢 就考四科 两科共同 两科专业 而且全部都考选择题 虽然它是最容易上手 但是它并不见得是最容易考上的考试 因为你觉得简单 比你觉得简单嘛 其实最容易呢 这个考取的考试呢 反而是在高考 为什么说是高考呢 高不考每年呢 它的录取成绩 大概是在五十几分 六十几分就考上了 那如果是普考呢 大概是在六十几分 或七十分左右考取 那如果是在初等考试的话 大概都要在八十几分 就是总平均大概在八十几分 才比较容易考上 所以各位呢 在做准备的时候 当然还是要以高普考为主要的考试 那我们提到高普考 其实它的层级 大概有分成五种层级 一个层级呢 是高考一级二级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高考三级 第四个就是普考 第五个就是初等考试 这五项考试呢 是最正统的考试 最具知名度的考试 那为什么最具知名度的考试 因为高考的录取类科 高考的录取类科呢 应该讲说高考所设定的类科 就有110多个类科 那普考呢 就有将近100个类科 所以你在学校念的 不管是什么科系 你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 高普考试的类科来做应试 而且考上了之后 分发到所有的公家机关里面 所以高普考呢 是大家呢 最具知名度 而且是首推的一项考试 所以它每年也都会有 八万多人去参加这项考试 而录取的人数 也会达到了五千人左右的录取人数 所以各位呢 提到的这个考试 但首推就是高普考的考试 那高普考的考试 它有分成两种 这个不同的类别 一个叫做行政类别 一个叫做技术类别 那行政类别呢 是你不管念什么科系 我念文的念商的念工的 什么科系都可以考 因为它应试的时候 没有科系限制 那如果你是另外一个就是技术类别 像各位看到的这个技术类别 当然很多啦 那技术类别呢 那技术类别呢就有科系限制 我念的是电工的 电子的 那我就考电子工程类科 我念的是土木的 所以我就考的是土木工程类科 那它有分成行政类别跟技术类别 那我们刚刚前面这地方看到的行政的这些类别呢 它又分成行政的相关类科 跟商科的相关类科 各位看到行政相关类科大概有这一些 那行政相关类科呢 当然首推我要介绍同学的 主要以考这些类别为主 因为这些类别呢 录取名额是最多 最多 那如果你念的是比较特殊的 这个科系 例如说我念的是社会科系 或社工相关科系 那我就考社会行政 那如果我念的是跟劳工比较有相关 我是文化的劳工系 那我考的就是劳工行政的这些相关科系 那这些会比较是有特殊的族群来应试的 但是这些是没有的 那你说法律联政跟财经联政 跟这些有什么不同呢 这些类科呢 这两个类科 它是结合了跟法律有相关的 就是一部分科目考行政 一部分科目考法律 有些同学呢 会选择考这些类科 像去年 应该讲110年呢 有一个同学考上了 他在班里面的经验台里面 就提到了就是 他呢 对法律有偏好 然后他呢 觉得行政也能够接受 所以他就选择了财经联政 那财经联政 虽然录取的名额没有像法律连政那么多 但是相对的应考人数也比较少 他的录取率还比法律连政要稍微高一些些 所以他准备了这一项的考试呢 很快的就能够考上了财经联政人员 所以你的应考策略呢 我会建议各位呢 可以这个到高点这地方来跟我们的 这个专员呢 能够来做一些分享 那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些提点 好 那在行政类别里面呢 录取率最高的 他是地政人员 地政人员也是 在行政类别当中 110年的行政类别当中呢 他的录取率最高的 最高的 他的录取率达到多少呢 高考达到了22%的录取率 那为什么会达到这么高的录取率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地政人员 他的录取名额多 而且很多人呢 比较不了解这类科 他会想说 我要念地政这种东西 我会怕 其实他反而是最容易入门的 好 那地政呢 因为他会分发到地政局 地政事务所 甚至呢 你在工作之后 因为有很多的证兆 像地政事 不动产经纪人 估价师 可以考 考上之后又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他的名额流动也会比较快 所以录取名额相对也比较多 各位会发现 他的录取名额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他录取率就会比较高一些 那公务人员是依法行政嘛 所以呢 他所谓的依法行政 所以他很多需要一些 做行政事务的工作 那这些行政事务的工作 就必须要靠一般行政 还有民政 副政 人事行政 像人事行政考上之后 每个公家机关都有人事事啊 所以当然他就会分发到各个公家机关的人事工作 所以行政事务的工作很多 所以你不仅是可以考高不考 你还有很多相关的特考 也会有相关的类别 你可以一起来做准备的 另外还有一些商科的类别 如果这个商科类别 跟刚刚行政类别的比较的话 当然商科的录取率相对会比较高 虽然商科是没有科系限制 可是你如果念的是文科的 你会来考经济行政 你会来考会计类别吗 有 像我刚刚前面就举例了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的同学没有念过会计 他还是会怕怕的 所以他的门槛 当然就相对录取率会比较高 所以商科的录取率 也会高于行政类科的录取率 另外在技术类科的部分 唯一只有一个叫做资讯处理类科 他不用相关科系可以考 所以你如果对资讯方面有 这个还蛮喜欢的 例如说我念的是数学系 我念的可能是比较甚至是文科的 但我对于电脑的部分的一些专业 我也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来念资讯处理这个类科 它是在所有技术人员里面 唯一没有科系限制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国营 有很多的银行 因为他们都需要大量的资讯人才 所以这几年我是还是持续看好的 所以你现在要跨进来准备这个类科的话 我是觉得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他录取名额 我觉得还有好几年的好光景 刚刚有提到的就是 有高考一级二级 高考一级当然是凤毛麟角 因为考上之后可以取得公务人员的九级等 高考二级是可以取得公务人员的七级等的工作 所以录取名额当然相对就不能多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考上公安机关之后 他也希望能够可以升等 所以考上高考的三等的话 是可以取得六级等的资格 我要往七级等八级等九级等 这样慢慢去爬升 所以高考二级跟高考一级的录取名额是不多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 例如说以今年去年这个110年来说 他的高考二级录取名额也是 全部类科也有达到了六七十个人 录取人数还是相当不错的 同学如果你是有硕士资格的话 你是可以一起来做准备的 所以一起来做准备就是 我先以高普考为我重要的考试重点 高普考是每年的七月份考 然后高考二级是在每年的九月考 然后考完之后 我再考地方特考 那这几个考试可以一起准备一起考取 一起考取 所以高考二级呢 他的考科呢 也跟这高考三级的考科呢 这个虽然他只有考四科的专业科目 但是其实也都含在高考的三级考科里面 所以同学呢 可以一起来考试 但是不用特别多准备 这个是跟工科有关的高考二级的类别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最接地气的考试 什么叫最接地气呢 因为他叫做地方特考 地方特考考上之后 他所 我们先以考试来说好了 他的考科呢 是跟高普考的考科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常有同学就提说 那为什么要办两个一模一样的考试呢 因为考上之后 你取得的值等 你取得的薪水 这个分发的机关 差异也都没有到很大 机关还是有差异 为什么 高普考主要是分发全国性的单位 那地方特考顾名思义 所以他是分发到地方 就是以直辖市跟各县市政府为主 那高普考跟地方特考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高普考考上之后呢 他是绑三年 他也会分发到全国性的 还有地方性的单位都会 但是地方特考只会分发到地方单位 以及考上之后他会绑六年 这六年当中呢 你不能够趴趴走 也就是你不能够随便调动单位 到别的机关去 这六年的榜约 那人事的部分就会稳定下来 但是对同学来讲 你没差 你等于是多了一个练比 或者是多了一个考取的机会 因为他的考科呢 跟高普考呢 是几乎是一样的 那他也分成三等四等跟五等 那三等呢 就是大学毕业考的 四等呢 就是高中毕业考的 五等呢 就是18岁以上就能够考 所以也跟高普考的 高普初考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介绍完前面这八种 我们介绍第九种的这个特色的 就是调薪幅度最大的考试 我们知道呢 国营的这个考试呢 考上之后 他没有像高普考 这个可以领到五万块的薪水 他可以领到的是三万八的薪水 可是他的优点在哪里 优点在于他考上之后 他的薪资福利呢 调整的非常的迅速 在前面的这几年呢 几乎每年以三千块钱的幅度 来做调薪 所以他是调薪幅度最大的 那国营的这个考试呢 其实他在民国 大概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也是公家机关 有很多的公家机关 但是政府呢 为了让这个国营的这些公司呢 能够体制更健全 让一些公家机关体制更健全 所以他把他这个有一点类似是公司化了 就好像现在我们在讨论铁路特考一样 他把他公司化 但他原先就是公家机关嘛 所以他的制度是非常完善 而且健全的 那这个经过了二十年呢 他没有考试 因为他那时候要瘦身嘛 所以他没有考试 以前呢 我考进去的时候 可能是二三十岁的 妖娇美雷的小姐 现在二十年过了 我就变成欧巴桑了 所以当我现在要退休的时候 就会有 大量人潮退休 就需要大量的人潮的地步 所以这几年 为什么国营跟等一下我们会介绍的银行的 这一些录取名额会非常的多 就是因为他有一二十年没有办考试 在最近呢 他有很多的退休人员的时候 就会有大量地步进来 像国营每年也都以 大概一千名 一千一百名 一千两百名 这样的一个录取名额来禁用 那国营当然也有很多的类科 有很多的类科 那这些类科 像包括我们看到的 这是属于比较偏行政的类科 那这个是属于比较偏技术的类科 那他的考科 其实跟高普考呢 也有一些相近 但有一些差别 那有些类科呢 是比较相近的 我们举个例子 譬如说以土木来讲 他的考科 也都含在高普考里面 所以你可以同时来应试 国营的这一项的考试 那唯一呢 有一些同学会独立来考的 那就以气管来说好了 那气管人员呢 他的这个考科 来我们看一下 他的考科考气管 法序管理学经济学 他的考科只考四科加国营 那负担呢 比较轻 所以有一些可能 在职的人员呢 他会想说 那我可以办公 办读来做准备 而且我还不止一项 这个叫做国营连烧嘛 那我们知道国营呢 其实有很多国营公司 那他的考科呢 其实都还蛮相近的 蛮相近的 来我们看到 如果你准备的是气管人员的话 你准备的是气管人员 那他有非常多的考试 是可以一起来做准备的 那当然每个国营呢 他需要的科目 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大同小异 例如说国营的连招 他的考科是考这些科目 那如果我今天 我还要再去考 譬如说台电 或者是中游 那这个呢 他的考科 就会有一颗不一样 就会有一颗不一样 那你就量力而为 那所以你不是 所有都可以考 但是你可以挑科目相近的 国营公司 一起来做准备 但我要跟同学特别提的 就是国营连招呢 他的层级比较高 他考上之后 是一个职员的一个层级 但是如果有一些公司 他所释放出来的考试呢 他可能是属于 这个派用人员 也就是他层级 没有像职员这么高 所以薪资福利 当然领的就不一样 但是你考试的时候 先求有再求好嘛 所以有一些考试呢 你可以一起来做准备 一起来做准备 所以如果你要准备的是 一个国营人员的气管 像很多同学 就会在班里面这边上 气管人员的课程 那他就可以考很多项的考试 好 第十项呢 跟大家提的就是 让眼睛呢 为之一亮的一个考试 为什么眼睛为之一亮呢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的新台币 好 那银行的考试呢 我们有三十几家的银行 那目前跟公股银行有关的 还有八家 加上输出录银行 那不只是这一个 还有下一页 那我要跟各位提的就是 在公股银行里面呢 因为它是以前是公家机关嘛 所以呢 他现在呢 所有的用人 他还是要遵循 财政部的规定 也就是他还是要经过 比试跟口试的方式来申选 所以这也是比较 大家所认可 公平公正的一个方式 那 公股银行的优点就是 他虽然没有像 民营银行的 这个营业项目那么多 但是他的优点就是 他的压力 比较没有那么的大 那很多同学呢 也会希望能够考公股银行 那公股银行里面的 类科很多 那首推的 当然就还是在 一般行员的部分 因为一般行员呢 他的录取名额是很多的 这个五十个 八十个 一百五 两百五 我指的就是 光是考一般行员 他录取名额就很多 那他的考科呢 每家银行大同小异 几乎是相近的 就是考国文英文 还有考会计学 票据法 货银跟银行法 你会发现 大家就是考这些科目 所以你准备这些科目 就可以很多的考试机会 那如果你要考银行 有两个策略 一个策略呢 就是我考高普考的 金融保险 高普考的金融保险呢 他的考科 不考票据法以外 其他的科目 他都考 所以你只要多准备 票据法 你就可以去考 所有的 这个 大多数的 这个银行的 这个考试 包括像邮局啊 等等的 那 另外一个策略呢 就是我独立来做准备 因为呢 每个银行 都都考这些科目嘛 所以他的考科又比较少 所以有一些同学在班里面上课的 他也会是选择一般行员 那我这个工作也比较忙了 我的时间相对也比较少 那我就准备考科少一点的 这也是一个这个选择的方式 不只是这一些银行 各位看到 像这些银行呢 他也是 他的考科也都是一样 那各位会发现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叫FIT 什么叫FIT呢 就是在金融延训院呢 他有一个是先做测验 然后发给你 你的考取的 这个层级 那你到时候呢 可以拿这一张呢 到银行去甄选 你可以快速考 就是快速录取录用的一个 一个算是一种资格吧 所以各位呢 他的考科也是一样 考这一些考科 所以各位呢 可以现在就开始做准备 然后可以考一些 行库的考试 行库考试呢 以往大部分是在下半年 就在差不多五六月份之后呢 就会比较多 但是最近这一两年 尤其是在110年 各位也都从报纸里面呢 得知的就是 银行的整个的营业额呢 是大好的 是爆量的 所以在今年开春的时候呢 就有多家银行呢 他马上就卯足进来 做一些甄选 所以在今年呢 我认为他的一些银行的考试呢 会大量的增加 各位如果要考银行的考试 当然呢 可以赶快的 这个加入 好 最后呢 跟各位提的就是高点万文老师的FB 各位呢 对一些国家考试 甚至升学的考试 或者证照的考试呢 都很希望拿到的是第一手的资料 甚至呢 可以很详细的完整的来介绍这些考试 帮助你呢 可以选择到一个很好的一项 这个未来的一个前景 那各位呢 就可以上高点万文老师的FB呢 来做一个这个了解 那我每天呢 也会PO这个一些文章 最新的一些资料 让同学呢 可以得到最大的一个帮助 那记得帮我按赞哦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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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